好,我們的香蕉啊 因為已經過熟了 我們可以把它做成派 那我們只要把香蕉切成丁 然後用這種正方形小小的那種起酥 然後放一點在裡面對摺 然後再把旁邊用叉子把它壓住 然後上面再畫三刀 等一下我們再上個蛋黃 然後就可以放烤箱去烤囉 像這樣子刷上蛋汁 它等一下烤出來才會有金黃色的感覺 那我們就放在烤箱這邊 10分鐘左右 然後溫度是大概180左右就可以囉 它其實只要派皮變酥 然後膨脹就可以拿出來囉 你看派筋開始膨脹囉 然後如果你旁邊壓得夠緊的話 就會像中心這樣比較下面 然後像我旁邊讓它沒有壓很緊 所以它旁邊翹起來囉 等一下再看看成品怎麼樣給小朋友吃囉 等一下要把這個拿出來 10分鐘到 好 我給它放稍微涼一點才不會太燙喔 然後把它放盤子裡 等一下給它 噓 我可能放太多香蕉 所以它比較軟 好 等一下給一個Yummy吃吃看 好幾點吃吃看媽媽做的 香蕉派 每次我都覺得媽媽做的東西都很好 小心喔會燙喔 夾不起來 開口了開口了第一支了第一支了 熱熱的香蕉 這是阿公阿婆種的香蕉 太軟了 香蕉派就很軟啊 加熱之後更綿密 好吃嗎 好吃喔 這在家就可以簡單做的水果派 喜歡的人自己在家也可以做的看喔 那到時候再給妹妹吃 好 有跟大家說什麼 謝謝大家 掰掰 太燙了 好辣好辣好辣